本會席立院進入最後一週 按照慣例上演法案大清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 這是民進黨個別的立法委員 選舉之後要兌現的政見 立法委員直接面對選民的壓力 萬一國民黨強烈的杯葛 導致議程的不順 我們就另外再加開臨時會來處理 且人信不排除加開臨時會 要追討國民黨黨產 將法案排在本週五院會第一案 立拼三讀過關 但藍營也不是省油的燈 密集召開會議演你三套劇本 包括竹條表決焦土站 或是點出草案有違憲疑慮的條文 不排除週五直接退席抗議 我們看到台東情況這麼的嚴重 我希望第一個 大家把這個時間跟精力 應該擺在跟整個風災 災後重建有關的 這一些議題上面 搬出颱風等民生議題 頻頻民進黨進行政治清算 但黨產的立場 內部也傳不同聲音 面對民進黨來勢洶洶 國民黨中央人希望黨團捍衛黨產 要求立委打焦土戰 杯葛義士 但也有部分立委認為 黨產是包袱乾脆放水過關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清楚公開透明 那該歸還的就歸還 那其實這部分 他其實留在身邊 搞不好他是一個負擔 只針對國民黨 還是未來整體國家 一百多個政黨都適用 立法院修過的版本 如果違憲 到時候再被打回來 我認為是曠日廢食 如今黨產到底是資源 還是包袱 藍軍內部仍有不同聲音 而綠營執政前信誓旦旦 處理不當當產 眼看第一會期即將結束 民進黨也有壓力 得給選民交代 決戰在所難免 記者洪西宇章聯浩台北報導